一个女人单身久了,身上的某些特征会很明显,很难隐藏,当我们有能力独立的时候,内心会多一份从容和自由,因为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生活,所以,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人,已经不再期待爱情和婚姻了,她们好像很享受单身的状态,单身太久的女人,性格多半是这样的,其实很渴望被爱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 性格会更有锋芒,对于一个单身久了的女人而言,或许她的锋芒毕露是她的保护色,也或许是因为新门久未被开启,所以已经忘记了人际交往中的平和与友善,在电视剧《新剧》中,顾清瑜为了一个潦草的初恋之约,苦守了近二十年,在这漫长的空窗中,她已经习惯了孤身一人,当有人有意靠近她时,她首先想到的却是远离和嫌弃, 爱情能让人变得更好,也更圆满,只有在与人相爱时,我们身体里的奉献,付出和友善才会得到最好的激发,单身久了,友善得不到激发,反而习惯了各自为战,为了坚强的生活下去,很多女人便不得不将自己伪装起来,锋芒也好,刻薄也罢,或许都是为了保护好那颗脆弱的心而已, 生活很充实,一个女性单身久了,没有了大量家务的困扰,那么她自然会多出来很多时间,所以说,她们往往业余时间,都有很丰富的爱好,这是她们生活能量的来源,比如说,有的单身女性,业余时间,是跟朋友吃好的,聊天,一起去看演出,还时不时,出门去短途旅游一下子, 还有的单身女性,业余时间,是开始一些艰深的学习,比如学习一门语言,学一门狠天的学个,来丰富自己的生活,她们有这个经历,也有足够的好奇心,性格变得更独立,长期单身的女人,所具有的第一个性格特征就是,比一般人更加独立,别的女生撒撒娇就能解决的问题,她们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解决,别的女生卖个萌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, 她们要攒很久的钱才能买到,她们的独立,不仅仅在于经济上能够养活自己,更在于内心足够强大,从来不会想着依靠任何一个人,这也是她们越活越坚韧的原因,世界名著,飘里的好私家便是如此,南北战争爆发以后,她深切体会到了贫穷和饥饿的滋味,也明白了凡是依靠自己的重要性,所以在别的女人想着找个男人依靠时, 她一无反顾的做起了生意,她认为女人的安全感只能自己给,你越是独立,也就越是输得起,对于爱情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,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经历,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婚姻观和人生观, 正如《欢乐颂》中的安迪,她多年的独身生活让她对爱情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,她能够坦然接受爱情的到来,同时也像一个局外人一样,可观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感情, 这种难得的清醒,使她脱离了其他女性在爱情中的盲目痴迷,成为剧中独树一帜的大女主形象,即使她的身世比许多人都要复杂和难以接受, 她依然能保持自己的魅力,吸引优秀的男性,能在爱情中保持清醒的女性,是多么的珍贵, 她们有能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守护自己的心灵,有能力不被外界的负面生业所影响,这样的女性,无论在谁的心中,都是值得敬佩的, 从不把男人挂在嘴边,大多数女人结婚了总有这样一个特点,每句话都离不开自己的老公, 从此家长离短,柴米油盐,相夫轿子就成了生活的全部,但早早离了婚的女人她谁也依靠不了, 她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了打拼,成就自己的事业上,这样的女人不会成天把我老公怎么样, 我老公对我多好话挂在口头上,你要是能有机会和她聊天,她讨论的更多的绝对是自己的工作, 打拼的不易,要想打动她的心,一定不要凸显自己的体贴温柔, 而是表现出自己在事业和工作上的优秀,他们大多性格上都很木强, 喜欢超过自己或者和自己一样优秀上进的人,更加喜欢自由, 有些女人快到30岁之前就会感到格外慌张,于是随便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人就结婚了, 在她们的思想里,婚姻就是必须完成的一件事,可是长期不恋爱的女人, 她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,从来不会把结婚当成任务去看待,而是更加喜欢自由, 她们有能力和自己独处,如果没有遇到真心喜欢的人,绝对不会将就, 长时间没有恋爱的女人,已经独立生活惯了,做任何的决定都不需要和别人商量, 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旅游,工作做得不开心了, 也可以立马辞职,这些自由可以带给她们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感, 可一旦结婚后,很多因素必然会被影响, 她们很难想象,结婚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,会越来越恐惧婚姻, 朋友很少,女人若是长期单身,就会习惯独处, 她们没有太多的社交,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, 除了工作以外,她们就是在家里,自己做饭,或者看书, 或者刷剧,或者一个人静静的发呆, 就算有聚会,她们也不想去,越来越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合, 就这样,她们渐渐跟朋友们断了联系,来往少了, 最终变成一个人,当然,她们也会有自己的兴趣, 只是大多是独自享受,不像以前那样跟朋友们在一起黄欢了, 这样的女人,可能生活过得比较有品位, 但缺少了社交,会越来越不习惯跟异性交往, 就算遇到了心动的男人,她们也不会抓住机会, 而是被动的等待,一切顺其自然, 不相信爱情内心排斥,有一些女人之所以长期单身, 是因为她们对爱情不相信, 不相信一个人真的可以对另一个人无条件的好, 不相信人世间真的有真爱存在, 哪怕相信爱情这件事, 但是也不相信爱情会降临在她们身上, 之所以对爱情会有这样的排斥心理, 大概率是和她们的原生家庭, 亦或者是一些情感经历有关, 父母婚姻不幸,或者曾经受过伤, 或者看到过别人婚姻的失败, 所以对爱情产生了怀疑和恐惧, 她们认为爱情只是一种幻觉, 一种泡影, 觉得爱情只会带来痛苦和伤害, 并不会幸福, 这种消极的心态, 使她们不相信爱, 不敢去爱, 经常独自逛街女人的日常生活状态, 也是揭露她是否单身的线索,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独自逛街, 看电影或者吃饭, 那么她可能是单身, 但如果一个女人总是有同一个男人陪伴, 或者经常在晚上或者周末和这个男人出去, 那么很可能她已经有了男朋友, 而且有男朋友的女子, 往往会享受着两人的甜蜜时光, 无论是漫步在公园, 还是共度晚餐, 都透露出那份独特的幸福感, 而没有男朋友的女子, 则可能更倾向于和闺蜜好友一起逛街, 看电影, 或是在家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时光, 通过了解她的生活状态, 你便能对她是否拥有男朋友, 有个初步的判断, 不懂得倾听别人, 在亲密关系里, 有一种我们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需要, 叫做渴望被看见,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存在感,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, 存在是专属于自己的一个话题, 但事实上, 社会性是每个人不可摆脱的一种属性, 我们的存在, 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的, 而我们要如何在人群之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, 就是发现别人在注视着自己的样子, 聆听着自己的声音, 在一段感情里, 我们会发现, 一些看上去毫无来由, 没有意义的争吵, 可能都是来自于缺乏倾听与理解, 在遇见一个好的听众的时候, 我们可能就可以在他的眼里看见自己的样子, 从而确定了, 我们是能够感受彼此存在的同类, 缺乏爱人的能力, 女人单身已久, 为什么不会主动去寻找爱情呢? 其实吧, 或许是因为, 一直以来身边没有出现什么符合自己要求的一性, 又或者是因为在感情与婚姻当中受到过什么挫折与伤害, 导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, 渐渐便缺失了爱人的能力, 不再对异性, 爱情, 婚姻这些产生什么兴趣, 所以关注点始终都在自己身上, 会对自己很好, 而不会将时间, 精力等等放到追求什么了不得的缘分上面, 但毕竟正常人都是渴望能拥有一份正常的情感的, 只是那个对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而已, 因此, 如果有男人能够敲开他们的心扉, 可能你会发现, 这样的女人比那种恋爱经验丰富, 对男人有很多非常高的要求与期待的女性更加容易征服, 对爱情持悲观态度, 在爱的滋养长期缺失的背景下, 部分女性或许会陷入对爱情的消极视角, 视其为变化莫测, 难以依托的存在, 对他人的真诚抱有深刻的疑虑, 这样的心理状态, 可能会促使他们紧紧关闭心门, 对任何新的情感接触持抗拒态度, 针对此类情况, 建议这些女性勇敢地揭开过往伤痕的灭纱, 学会放下与宽恕, 让心灵重获自由, 同时也要鼓励自己迈出勇敢的一步, 重新开启心扉, 勇于尝试建立新的情感纽带和人际关系, 让爱的阳光再次温暖心房,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, 因为没有事情可做, 所以很容易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女强人, 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, 这样的机会, 要男人善于发现, 没有哪个女人会主动投怀入抱, 抓住女人的单身期,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, 如果一个单身女人, 她并不见谈, 工作总是第一位的, 有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, 不想表现自己是单身, 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别人的笑话, 孤身一人, 如果一个男人发现一个女人把工作重点放在她的事业上, 而从不和别人说话, 她就一个人去, 这一次意味着这个女人必须是单身, 冷静, 在面对感情问题时, 他们不会轻易冲动, 漫长的单身时光让他们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沉淀, 他们见过爱情最初的美好和消逝后的伤痛, 那些曾经的心动瞬间和最后心碎的离别, 都让他们对待感情更加谨慎, 他们不再被花言巧语轻易迷惑, 会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潜在的伴侣, 因为他们知道感情不是意识的冲动, 而是长久的陪伴, 这种冷静就像是他们感情世界的一道坚固防线, 是经历了情感风雨后的智慧结晶,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精彩的活着, 不必依赖别人给我们支撑, 不必将所有的秩序都寄托到别人身上, 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到支撑自己, 独立的另一个表现, 大概就是学会一个人好好活着, 享受生活, 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,